大家好 我是竹北市長候選人郭漢章 今天我所提出的政策 對於婦女跟嬰兒疫苗的部分 今天我們先請到我們邁天方醫師 來為漢章監督 謝謝漢章邀請我 過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我想 可能很多的竹北市民民 你們不知道我們竹北市的疫苗政策 大概是全台灣 目前是獨步全台 最先進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很多的疫苗 都是政府出錢公費打 但是因為現在疫苗基金 已經漸漸不夠用 所以政府只能挑最重要的疫苗 死亡率最高的疫苗去打 那有很多的疫苗 它很重要 可是政府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它全部涵蓋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能需要請民眾 如果他做得到的話 就自費施打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 在上一屆的何干明市長 跟郭文章做主祕的這個年代 我們做了一個蠻大的突破 我們竹北市是全台灣第一個 我要講第一個 輪瘡病毒部分補助的 好 那也是全台灣第一個 也是唯一的一個 水痘第二劑部分補助的 那是全台灣第一個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個 老人帶狀炮疹 有部分補助的 好 那這個大概都是獨步全台的 郭主祕前一陣子找我 就說 麥斯我想要把這個政策再擴大 我是個人的操作 因為我們竹北的這個模型 連中央的疾病管制屬CDC都非常非常的重視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擴大成全品項的疫苗 好 就是全品項全國唯一 好自由隨選全面防護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棒的獎勢 是的 那 非常感謝麥斯 那因為我們竹北真的是一個很奇特的一個縣霞市 那到9月底我們竹北市的總人口數是 二十萬七千八百二十二人 那 漢章會提出這個 希望針對嬰兒跟老人的這個疫苗的政策 像剛剛所講的 我們這一個 全台首創的就是我們 水痘疫苗第二劑 跟帶狀炮疹疫苗的補助 這個部分我們實施了兩年多的時間 那對我們的小朋友跟老人真的幫助很大 那漢章這次來參與 會再提出這個疫苗的政策 是因為 針對我們竹北市真的每一年 在我們竹北市出生的嬰兒 將近有兩千位 那目前我們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 在我們竹北市是 到9月底 是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四人 所以說針對這個嬰兒 婦人跟老人的疫苗補助 漢章相當的重視 所以才會請邁石這邊 來針對未來漢章 要提出這個疫苗的政策 可以來做一個審核跟監督 我想就是說 我們身為專業的醫師 我很高興我的意見 郭案長有聽到 但是我也跟他講說 我這個意見提給你 我今天不是來提你的 我是來監督你 到時候有沒有說到做到的 是的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自由水選的 部分補助的疫苗這麼重要 我們就拿輪胖病毒疫苗來講 對 只要三成的孩子 有吃了輪胖病毒疫苗 他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他同班同學被傳染的機會 那水痘疫苗也是一樣 我們國家只給一針 一針的水痘疫苗 大概是保護86% 但是隨著年齡遞減到4到6歲的時候 就遞減下來 我們如果第二針補上去 可以到95% 各位家長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水痘雖然不知你 可是你的孩子得了水痘 爸爸或媽媽就要請假在家 這是多麼嚴重的一個 人民GDP的下降 老人家的帶狀泡疹疫苗 也不要小看它 老人得了帶狀泡疹 最怕是泡疹後神經痛 最常可以痛半 你不敢下床走 那個老人沒辦法走路肌肉萎縮 是沒辦法恢復的 所以這三個疫苗 都受到了一屆非常大的重視 那我也很高興 看上在座主命那個階段 有幫我們推行 不過我們覺得還要更好 還有不只是這三個疫苗 還有更多的疫苗 我覺得你可以問問看婦產科醫師 對 男女平權的觀念下 子宮頸人類乳突疫苗 絕對不是只有女生打 男生更要打 不是女生妨礙 男生也妨礙 還有前一陣子的COVID-19 很多的腦炎病人 把爸媽嚇壞 很多的爸爸媽媽都在問 聽說有一個流行性腦膜炎疫苗 如果它一旦發生 這個病發生是又猛又急 很多家長想打 我覺得你要支持 還有 還有 現在的肺念求菌疫苗 原廠要求打四針 政府的錢不夠 只打一二四 第三針跳掉不打 六個月 對 原因是如果我打這一二四 我用大數據來看差不太多 可是 對於一個爸爸媽媽來講 他的孩子不是那個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他的孩子是百分之百 所以肺念求菌 我知道你已經跟你的選民說了 你要做到 還有 我們現在的孩子 竹北的孩子 一旦現在考到高中 考到大學 到外地去讀書 他不是爸爸媽媽準備給他吃飯 他就有可能得到A型肝炎 我們台灣的A型肝炎 是保家建設在106年5月22號以後 才全面捐贈施打 這些沒有打到的孩子 你要幫忙保護 一定 一定要做到 謝謝麥醫師 那剛剛針對麥醫師所提的 我相信 因為我們竹北市 有創了很多手力 所創的疫苗 那漢章還是一樣 會跟隨著我們何治長 還有我們所有醫界的前輩 給漢章的建立 漢章一定會做到 因為這個部分 在我們竹北市 我相信 我們所有的爸爸媽媽 我們的阿公媽媽 都希望我們的寶貝 是健康成長的 所以這一點 漢章一定會做到 各位家長 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努力的盯著他 今天他錄了 他叫我來了 我講了 有沒有做到 你們幫我看著 是